都变了,看来这是一场鸿门宴啊 从复查贵人单纯的小二神中可见 他并没有听过所谓人质的故事 还在巴巴的恐吓手段再进了一步 提醒复查贵人,长街的事我没有忘记 今天就 甄嬛在长街受辱一事,想必早已传到了曹清默耳朵里 甄嬛眼下的举动明显是为了复查贵人 为了做个顺水人情也好,为了推动剧情也罢 曹清默与甄嬛一唱一和 一起吓唬听到复查贵人耳朵里便是 甄嬛,我想把它做成人质 曹清默,你这么受宠,想做就做吧